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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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跟康熙干啥 多找几个老婆和平共处 把经济搞上去 温饱权最大的人权打什么 你这么一打不是中了美国人的计 美国人就想你们亚洲人打亚洲人 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双方都要克制 你说你说不打 现在照咱们这单方面的感觉是 日本是可忍孰不可忍吗 对 日本你不不你挑事吧 他刚才讲的这个上美国人的当啊 其实我们最近也在朋友议论 美国在二战以后的亚洲政策 其实大部分是失败的 唯有一个钓鱼岛 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衣 他的友谊摘花 你看他朝鲜摘花 越南摘花 全赔得一塌糊涂 对不对 他都都失败的 美国在亚洲的 他干什么什么失败 就是七二年还这么一个靶场 聪明啊 把使用权交给日本 所有权你们自己去讨论 就给你们两个这个国家 钉下了这个钉子 现在这个基本上是 英国人以前的老伎量 就像英国 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 麦克马红线 印度巴基斯坦 这个老殖民主义者这一套 美国这个代价太小 你看就那么一个 那个岛小了一点点 地图上找都找不到 跑上去停个直升机都停不了 可是今天两个国家 都推都推不下来了 都是颜面 都是巨大的经济利益 美国人在那里 所以许教授 他这个战略思维的高度 非比寻常 你就看得出这个点子 但是呢 你要注意啊 这个人类啊 有双性的 一个性啊 叫理性 每个人都有 对 但是呢 还有一个性 叫血性 感性 感性 或者叫血性 一般像你们这种言论 在民间都会被骂 没有血性的人 对吧 我记得好像 王萌老师有一次说的 也挺有意思 他说这要是战争年代 这国家存亡 我们讲血性 是吧 这个这个 我们要亡国了 他讲血 他是如果是和平年代 他是不是老讲这个血性 听起来也容易出事呢 血性血性 我给你读篇 血性 中国保调之战 有八大军事优势 他说历史上看 大国卷起 总离不开战争的铸铲 只有战争 才能打破旧的世界格局 凡称雄的帝国 哪一个蒙古啊 斯大汉国啊 巴黎合约啊 亚尔塔体系啊 都通过战争 中国也在所难免 中国要崛起 也在所难免 然后他忘了 一向的宣传 不是说我国人民勤劳勇敢 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吗 这个血性 然后他说中国有八大 那哪个国家 也不会说自己国家的人民 是懒惰懦弱 这个爱好战争 第一大优势 本土补给 他说打起来啊 离我们的大路近 第二暗基资源 这个差不多的内容 第三 我们有北斗导航 说这个日本啊 要依靠美国的GPS 没有美国的GPS 日本的飞机军舰 都是瞎瞎辣 我们有一个北斗导航 四是作战心理 中国人啊 积累的对日本的 很强的心理优势 在二战中 日本是战败国 中国是战胜国 你们想一想看 第五国力支撑 我们现在国力 第六火力突击 第七电磁对抗 不知道我们有一个什么电磁对抗 第八点穴 他说秦贼秦 我们有一个点穴之战 对 但是最后他也很客观的说 要是美国介入呢 上述八大优势 可能只剩下三个了 但是因为我们敢打敢胜 单凭气势 抖天几分胜算 这是我看到最强硬的鹰派的一个言论 我跟你说这个事我跟那个一些人研究过 像董家药这样一些人研究 我跟你说 这可能就是董家药他们的观众 中国我听到的还是内行人啊 就讲啊 这个日中日之间的这个军事力量啊 它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数量上中国占优势 对 质量上日本占优势 而且呢 中国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只有极端手段 你是厉害 那哪个极端呢 比如说最低端 你要讲究人海战术 那我们军力强大 但是现在这战争不能打人海战 挤不到这个岛上去 你每天空运一百万人到钓鱼岛 再有一个我们要不行啊 因为你只能出动最高手段 极端手段 比如你的运载火箭 对 你的导弹 这我们也也行 那有美国在 对 可是你又不能 就是说你只有这两头 你就就像说咱没有中产阶级一样 常规武器 就就打一个小局部的 明白了 我们有伟大领袖 我们有广大人民 但是中间缺了这个专业人士 跟技术力量 两头大中间小 两头大中间小 可是假如啊 咱当然不希望战争了 假如真打起来 多半是一个小规模的 这种局部的 就这就也不是拼数量的 外科手术式的 这样的一个打 问题是一打起来控制不了啊 对 你现在在各大城市 什么卡拉OK夜总会 为什么常常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呢 不就是为了个小姐 我要她 你要她 或者什么 唱歌的隔壁声浪太大 好老子过去教训教训她 结果呢 闹出人命 这个不能控制 刚才你这个什么 几大优势 刚才就 就都老师说了 对了 两头大中间小 他为什么不说 要出战 输战输卷 非得要斩首行动呢 你是不是要把东京 那个什么热黄 给干掉了 扔个炸弹 先生一导弹 他战俘是吧 天皇干掉 这个愿有头战有主 是不是先要把安培进山 安培进山 那个班子给一窝端了 他有没有 他敢不敢提提 他不敢 那不敢的话 我实在看不到 你这个战火 一旦 这个也 扩张到本土 那怎么办 打起来的时候 日本本土 中国本土 其实都不会 不会 一旦有军事冲突 也不会到本土 现在的麻烦是 现在我相信 大部分 不能预见 大现在的麻烦是 日本现在 真的在寻战 是吗 对 而中国是在防守 他真敢打吗 你不要上他的当 他就是想拉美国入伙 不是 这个要讲更深 我们去了广告的时候 一个是混夜店的 一个是混广告的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 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 第五集 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 关南湖海口 多季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你说日本想打 对 你先看中国现在要什么 中国就是将来这个事情 万一到国际法庭的话 有三条 历史渊源 我们是占优的 地理位置 我们也占优 因为它最靠近台湾 它离冲绳有一条海沟 日本占先的 就是它有实际控制权 所以我们只要 不断地有军船 海间船飞机 我们说它没有 没有实际控制权 或者它的控制权 是不完整的 中国的目的就达到了 中国的目的仅限于此 只要把这个事情拖到将来 只要说我们有争议就行了 我们不说现在就有定位 可是日本不是这样 日本的目标 钓鱼岛是一个小棋子 你看安倍上台就说 他要振兴日本 要重新复兴 要把它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 他觉得他现在不够强大 他的经济世界上第二第三 他不到强大是什么 因为他政治上是一个弱国 他半独立的主权 他什么事情都要问美国 他是一个战败国 他的宪法规定 他永远不能战争 你明白 就日本这个国家 国家他的掌权的人 约望又憋气啊 就觉得他最憋气的 憋他的不是中国 是美国 所以他要通过钓鱼岛 打破他的宪法的障碍 使他的国家能够大幅度的向右转 可以扩展军队 可以否定宪法 使他认为日本 那些人为什么老去那个什么庙啊 那个金国神社 去那里许什么怨呢 就是许这个怨 许这个几十年前 击下的这口怨气啊 中国这个战争 要是一打的话 我跟你讲 中国向左转 日本向右转 对 所以今天在出城战争的 就是那边的右派 跟我们这里的左派 所以就这么简单 小不忍着乱大谋 许教授您这个话 可真是说到点子上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 说我们的官方表态说 我们不惹事 但是我们也不怕事 我们把不惹事说在前面了 已经跟你们说了 我们不惹事这个 对不对 现在 可是他就是找 其实他最后的目的 最终还是要把美国人扯进来 对不对 叫美国人来 您来评评你 最后呢 我一通的闭门外交 肯定是这样 双方剑拔弩张 枪都放在桌子上 然后老大出来了 你们想怎么样 对不对 然后呢 就讲述搞定的了 不会有事 但是会发生战争行为吗 都有可能 会打一枪吗 死那么个把人 少不免 看看一两个飞机打下来 那么也试试 日本也是这个目的 像许教授说的 他是面鼻十年 突破鼻 对 你何必中国 要当他这个王八辈 让这个兔子搭上去 过河呢 但是你忍 他的用意不在这个调 但是你忍呢 你忍也是有个底线的 对啊 对啊 所以事情麻烦就麻烦在这里 你忍试忍吗 那你怎么着 还有很多的问题 我国有十几万侨民在日本 怎么办 爱国的十几万旅日华侨 为什么不出来示威游行 到时候车侨怎么车 这些 这些其他的配套有没有想好 再加上广东省的人特别不爱国 九月呢 反日货 砸了几个日本汽车 十一月 日本汽车销量 浮生 这说明广东不是不爱国 而是有爱国的 有爱错了的 有爱错了 所以这些问题都很复杂 你不把这里头 国外国内这些什么细节给理顺 你怎么打 对不对 那个我看那个MHK的英文台 做得非常之好 中国应该加强对全世界的外交宣传 尤其是对美国 要让美国人明白 你把日本 这个野兽 把他重新复原起来 对美国也不利 对 习 вместе 不是习仲勋 习近平有次讲话说 日本现在的行为 是打破二战以后的反法西斯的格局 对 这句话的生意就在这里 这些人啊 没明白这个道理 归根结底 这个事情是 美国种下的毒根 但是美国 说实在话 占长远 再过一百年看 美国人 他这个是做错的 美国人他为了现在 要对付中国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长远中国人 对美国人是友好的 日本人如果让他 你想打美国的是什么国家 全世界谁打过美国 很简单嘛 一个么拉登 一个么东条 就这两个 我们中国打美国嘛 美国也没打中国 我有朋友嘛 去胡佛图书馆 查当初的这个蒋介石的日记 就当初那个 那个罗斯福找他去谈 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 这一段公案 我们现在都怪蒋介石说 为什么放弃嘛 他当时罗斯福是提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冲绳 公管 不冲绳 你们是中国是不是驻军 对对 蒋介石清楚得很 当初请他去开罗啊 就是罗斯福一力主张 丘杰尔就反对 斯大林也不把你放在阎林 他说我们打的天下 要这个蒋介石跑进来干什么嘛 丘杰尔啊 把蒋介石带到 他的战略的这个房间里边 讲了一大多的战争的事情 最重要的军事计划 一个都没跟蒋介石讲 蒋介石日记里讲的 写的清清楚楚 起始大如 对 我是被人家请来着 所以他第一句问 冲绳中国驻不驻兵 蒋介石就说 我们中美共同驻军 第二问题 占领日本以后 中国派不派兵 蒋介石说 是美国派兵 第三 天皇要不要保留 蒋介石回答说 由日本的进步人士 由人民来决定 所以蒋介石当初都是退步 今天看来都是退步 可是没办法呀 当初蒋介石到开了会 你以为中国是战胜国 是大国吗 人家情意来 花架子 在人乌严下 不得不低头 旧罗斯福 那个斯大林跟丘吉尔 看都不看你 感觉就是一小弟 是吧 对 但是分享成果 叫他花生米 皮纳 丘吉尔说 这个皮纳 花生米 因为长个光头 看样子像 你看外国人看着 讲光头都是个小头 拿花生做比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五根手指各有分工 也完美合作 第一档全媒体新闻节目 与您互动双赢 全球意见共享 四方搜罗即时资讯 五大平台同步发送 最默契的配合 以沟通掌握趋势 全媒体资源 就此互通有 全媒体全时空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那我还是不明白啊 你说日本现在成心要打一架 一部分人 一部分人 就右派势力 对啊 对安倍有影响啊 安倍现在一天比一天硬 对吧 但是他有把握 要再不打 无把握之仗啊 你有把握这仗打成什么样吗 会发生什么意外吗 他第一把美国拖进来 他就不算 第二他能够借机修改他的宪法 通过他的什么全民公投 来修改他的这个宪法 他宪法规定日本永远不能发动战争 第三还可以建立一个亚洲的北约 你看他跑到菲律宾 跑到澳大利亚 接着就要访问欧洲 这几步棋 这样扰过来捆过去 像小人过历险级 哇 这个这几招 很高明 这有没有一个战术上的问题啊 世界历史上 军事史上有很多以少胜多以劣胜强的等等种种战力 对吧 万一在具体打上面 一下子中国占了便宜了 万一 那还有万万其他分呢 对 中国现在的国家的发展 承受不了一个失败 我们能够接受成功 因为中国正在成功 那日本能承受失败吗 他一直在失败啊 他二战到现在 他一直失败是他的常态 所以你知道最近最近这个总参谋部发向全军发的那个军事训练的那个指令啊 就提出这个今年这个在军事训练当中啊 不怕打 要能打仗 不怕打 而且要打胜仗啊 要要有这种准备 当然作为军队 百分之百是应该准备打仗 而且真是要随时准备打仗 但是我们现在讲是一个政治问题 是一个长远的一个政治问题 我觉得呢 这个钓鱼到日本是不败的 他最多啊 你以多胜少 大军那么扑过去 一天派一千个渔船 他肯定钓鱼岛给你 他退 然后你中国什么形象 然后他就去各国去告状 你看他对海洋有扩张野性 所以这个后遗阵还在里头 这里头呢有点像临冲误入白虎解唐 你看啊 所以我说这事情不简单 最多他给你钓鱼岛 你说大家都同意 不会蔓延到本土 不会打核战 对不对 所以日本人给你拼两枪 那么死个个把人 他会撤 然后钓鱼岛 让你先站着 钓鱼岛成了那把宝刀 然后菲律宾怎么看 越南怎么看 澳大利亚 英国 美国这些怎么看 你就坐实了这个理想海洋扩张之权 当然你说 要么化中国 你说这个是我活神圣 对那你本来就要么化我呀 对呀他不听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要慎重 我看了一个俄罗斯的一个评论 他讲了两个对我们不利的因素 他就是说一个局部战争 如果是技术弹量很高的话 我们不合成 另外一个周围国家偏邦神 这个也对 但是我总觉得 中国有个最有利的因素 就是整体上我们是在发展 只要事情往后拖 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